我們來看看這個S-Mine新制度怎麼把它做匯出 當然首先你還是要先儲存一下 你就從這邊把它儲存 它的檔名就是.xminb 副檔名比較長一點 你可以看一下你剛剛下載的那個內容在這裡 它的副檔名 這邊沒有顯示副檔名 副檔名是xminb 詳細資料沒有顯示出來 那沒關係 我這邊檢視裡面它再調整一下 副檔名 好有了 xminb 那這個是它的專案檔 那麼你要輸出的話呢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免費版本 所以如果您這個你想要把它做輸出 您有兩種方法 一個呢就直接從這邊 檔案裡面有沒有叫做列印 好那你就找一個PDF嘛 PDF印表機就把它印出去這樣也可以 因為新制度如果你資料多的時候 就不適合用A4的紙張啊 對不對 因為字太小嘛 你這樣是折磨人 所以平常如果我是真的是拿來當獎益用的 很多會 大部分會請它印成就是B4或A3 尤其資料多的時候 字會看得比較清楚 好這是第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其實你也可以用匯出 那匯出的時候呢 它有分成兩種 因為我們現在呢是免費版 所以你會發現 直接變成Office的紋件就不行嘛 對不對 那沒關係你往下走 我們主要免費版就能夠變圖片而已 那如果你是變圖片 第一種的圖片打算就是PNG的模式 PNG格式 那如果你是第二種 還記得剛剛提過SVG 是不是現在有網頁的向量標準格式 所以你用這個的話 你要放大縮小是不是都沒關係 那你要拿到我們的FocusGuy 可不可以也可以喔 這樣您了解那概念 所以我在部落格文章上這一篇 在這一篇就是 告訴您說 怎麼樣輸出高解析度的檔案 也就是說我現在是免費的嘛 可是我用它官方所提供的方法 一樣可以變成 就是比較高的解析度 所以您把它匯出SVG就好了 把它匯出SVG 您就可以拿到 如果你匯一些向量的軟體 也可以在那邊用 那你要看SVG的檔案 老實講很簡單 因為它就是網頁 所以你就點兩下 它會用網頁打開 它會用阿姨打開 你在那邊再列印也可以 所以這是第一個 像這樣就直接輸出了 在瀏覽器上面看 可以這樣這樣 那你可以在瀏覽器上就直接放大縮小 這樣都沒有 就是不會有那個問題 不會有那個問題 記得注意一下 因為它是網頁 所以盡量檔案名稱不要有空格 因為有空格的話 檔案名稱會 因為網頁上空格是屬於特殊符號 檔名 檔名的部分 所以 就要留意一下 那你在網頁上這樣看 直接按命存圖片也可以 它就會變成PNG檔 這樣也OK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 用所謂的虛擬印表機 PDF印表機 反正既然是虛擬的 你的紙張多大都沒關係 這樣印出來就是高解析度 就高解析度